西伯来书第十章 法律既然只有未来美物的影子 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 所以总不能因着每年长线的同样牺牲 使那些愿意亲近天主的人得到成全 因为如果那些行径里的人 一次而未永远洁净了 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了 祭宪岂不就要停止吗 可是正因着祭宪才使人每年想起罪过来 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免罪过 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 牺牲与宿迹已非你所要 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全凡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 于是我说 看我已来到 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 天主 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 前便说 祭物和宿祭 全凡祭和赎罪祭 已非你所要 已非你所喜 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 后边他说 看 我已来到 为成行你的旨意 由此可见 他废除了那先前的 为要成立那以后的 我们就是因这旨意 借耶稣基督的身体 一次而为永远的寄宪 得到了圣化 况且 每一位司祭 都是天天势力着执行敬礼 并屡次奉献 总不能除去罪恶的 同样牺牲 但是 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 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 从今以后 只等待将他的仇人 便坐他脚下的踏板 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 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 圣神也给我们作证 因为他说过 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 与他们定立的盟约 上主说 我要将我的法律 放在他们的心中 写在他们的名义中 这话以后又说 他们的罪过和他们的邪恶 我总不再追念 若这些罪已经设了 也就用不着赎罪的寄宪了 所以 弟兄们 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 靠着耶稣的宝血 得以进入圣殿 即进入 由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 又新又活 通过账卖 及他肉身的道路 而且我们既然又有一位 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机 我们就应在洗净心灵 脱离斜辟的良心 和用净水洗涤身体以后 怀着真诚的心 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 也应该坚持所明认的妄德 毫不动摇 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 也应该彼此关怀 激发爱德 勉励行善 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 就像一些人所习惯行的 反而应彼此劝勉 你们见那日子越近 就越该如此 因为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之后 还故意犯背信的罪 就再没有另一个赎罪计了 只有一种等待审判的怕情 何事将吞灭叛逆者的烈火 谁若废弃眉色法律 只要有两三个证人 他就该死 必不得连续 那么你们想一想 那践踏了天主子 拿自己借以成圣的盟约的血 当作了俗物 而又轻慢了赐恩宠的圣神的人 应当受怎样更厉害的惩罚 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过 复仇在乎我 我必要报复 又说 上主必要审判自己的百姓 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 真是可怕 请你们回想回想先前的时日 那时你们才蒙光照 就忍受了苦难的严厉打击 一方面 你们当众受吃笑 凌辱和磨难 另一方面 你们与这样受苦的人 做了同伴 的确 你们同情了监禁的人 又欣然忍受了 你们的财物被抢掠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已获有更高贵 且长存的产业 所以千万不要丧失 那使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 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 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 而获得那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 要来的那一位 就要来到 绝不迟缓 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 假使他退缩 他必不会诸越我心 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 以至丧亡的人 而是有信德 得以保全灵魂的人 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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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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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orderwe in Gahl O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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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tąや